好 今天可以看到咱们齐德克在这 因为最近 阿易问题 或者是哈易冲突 或者是更大范围的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大家 突然之间 对这个话题就特别热衷讨论 我都已经发六个视频了 六个视频没有五个 是旗帜鲜明的批评以色列 但肯定是反对阿玛斯 然后每个视频里面都是支持巴勒斯坦平民 立场很鲜明 那这个话题 太有争议了 其实不是内容有争议 而是大家说话的方式有争议 甚至连齐泽克在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人 好像是德国的一个 犹太 事务组织的 叫Antisemitism Commission的一个主席 就打断齐泽克 说齐泽克你怎么能够 把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跟以色列国防军 对恐怖分子打击等同起来 但这个打击肯定是有代价的 大量的拼命死亡 齐泽克说我没有 把这个做相对话处理 对吧 他只是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背景 所以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背景 包括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被逐渐的挤压 作为哈马斯 这种恐怖主义活动能够滋生的温床 这本身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那种非常西安主义特别幼的 这些坚决站在 以色列或者是雷塔尼亚湖 或是犹太人力量 这一帮人 对他们来说 他是听不进任何探讨 这个事件 文理的 一些话包括齐泽克本人 那么我就对比我的经历 最近我发现 我的B站评论区里面多了好多 这个巴以问题专家 突然之间这个话题一热 他们就 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突然之间有了很强烈的 说话的冲动 然后对任何要探讨这个事件文理的 探讨各方不同角度的 包括 巴勒斯坦 平民角度 包括以色列人的角度 包括你作为一个 通过政治解决 而不是通过战争 或通过所谓的抵抗运动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都会 批判你是 美芬 乙狗 以前是美狗 现在是乙狗 然后把你 把所有的屎盆子都往脸上扣 各种 标签贴在你身上 反正就是 说 还会说IP 你的IP正确 就大量的这种评论 可以体现出 确实有一帮人突然之间 他这个话题特别感冒 觉得自己 很有发言权 虽然说他们自己不上正场 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就是 反以斗士 反美斗士 觉得自己就和哈马斯 站在一条战线上 跟他们一起 下这个地道 500公里的地道 和哈马斯人 并肩作战 对抗以色列 对抗霸权 对抗美国 对吧 那么有些人呢 他会觉得 你不是 讲了那么多急吗 怎么不去探讨一下 这个加沙医院被炸呢 有很多这种人 他们不看我们 之前发的所有的 视频和动态 就想当然的 从任意一个角度 任意一个切口 来攻击你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两天前 也就是 这个加沙医院被炸的当天 我就 看到之大学生有很多抗议的 跟很多美国大学的学生一样 他们是坚决的支持巴勒斯坦人 但是从来不会支持哈马斯 所以我就 写了一个评论 我说之大学生还是非常清醒的 反西安主义 并不意味着反尤 anti zionism isnt anti semitism 这个是很清晰的 同时呢 支持巴勒斯坦人 就必定是反哈马斯的 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是支持哈马斯的 跟咱们有一些小网友不一样 实际上 以色列的西安主义者和哈马斯高层 一直都有一种默契 这是我的评论 共同利益就是破坏两国方案 双方都有 共同的利益 所以说他们经常会 协同行动 因为就这样才能够打击 他们所在的 这个国内的一些温和派 比如说以色列的左派 对吧 包括阿拉伯人组成的一个政党 他们要跟 之前我们讲的2021年 那次袭击 内塔尼亚胡下台 后来是 一个 内塔尼亚胡当时的国防部长 他是比较中 中间派的 跟阿拉伯这个 这个名单 好像叫阿拉伯什么名单 这样的一个党派 结盟 执政 内塔尼亚胡下台 也是 有一次所谓的默契 就是哈马斯火箭弹袭击 然后以色列 死了几十个人 让以色列暴力反击 甚至还去 侮辱他们的这个 圣臣 耶路撒冷的一个清真室 直接在清真室里扔 吹了一弹 这个 仇估计哈马斯也一直记得 所以说 都是反复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他们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 只要是哈马斯 不像这一次 一来就是上千人 被他们给 控袭 那这个可以一直把这个戏码玩下去 这样就能够 完全破坏两国籍的方案 我说 只要是低烈度的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政府完全可以防御 而且可以继续在反恐的民意下 通过定居点运动 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 然后我继续说 现在已经不再是 暴力革命年代的那个条件 现在是 二战后 亚尔塔体系 建立的国际 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包括联合国等等 如果你是 中日战争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些国际组织的时候 你通过暴力革命可能是唯一的解决 途径 敌道战哪个种 但现在不就这个条件同时 力量过于悬殊 只可能用政治解决方案 只可能通过斡旋甚至大国要加进来进行斡旋 比如说这次拜登去见 利塔尼亚胡 对吧 同样对于这个医院这个事件 我第一反应也是跟很多人一样 觉得是以色列干的 所以说我 当时发了这个 但现在 拜登都出来 说 这个是 另外一个组织 加沙地带的 不是哈马斯 但跟哈马斯 关系很紧密的 叫Islamic Jihad 这个组织 他们的火箭弹 没有 飞出去 所以说制造了一个小弹坑 不是那种导弹能够打出的大弹坑 但这个事情 还在调查中 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我跟很多人也 第一反应也是一样哈 以色列干的 但是呢 现在 就连拜登都给 以色列国防军站台 所以说我们不妨 等待这个事件 进一步的发展 不要那么急的 就去下结论 用来攻击 对攻击啊 对吧 感觉特别像吃冷血馒头 就在这种 道德 制高点 自我陶醉 你又不上战场 对吧 这个事件 没那么轻松 我觉得 制大学生能够 在学校的正中心 做这次抗议游行 已经是很有胆量了 而那些在国内 键盘小将 他们自己都不敢上街 搞任何事情 对吧 还对制大学生 指手画脚 说 你们这个抗议游行算什么 不就是一种 道德上的 一种自我卫健吗 我看有些人就这么回答 似乎他们可以做得更极端 他们是跟哈马斯 一条战线的 我觉得很光怪陆里 对吧 自己没有任何行动 对 所有这些 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去做出一定行动 去声援巴勒斯坦平民的人 虽然说没有支持哈马斯 这些小网友们 就一种莫名的 道德制高点 估计是看了很多很多动画片 看了很多电视剧 对吧 还有那种 1945年之前的 国际秩序建立之前的 这样的一种 暴力革命仪式 对吧 但他们自己又不知道 怎么去暴力革命 就只是 穿多一下 对吧 穿多一下 很有这种 吃人血馒头的这种感觉 好 然后我说 只有靠政治解决方案 不能够鼓吹美化暴力 应该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所有这一切 追求都是值得的 然后我说今天加沙医院爆炸 死上数百人 更加说明了西安主义 哈马斯恐怖活动的共生关系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默契 就只会让更多的平民上升 和世界动乱 那么假如这一次 加沙医院 这几百人 真的是以色列干的 拜登 他在 相当于 撒谎 拉下他的老脸 给以色列撒谎 那我也不会 不批评哈马斯 因为我的 批评对象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两方 是共生的 那么假如这一次 不是以色列干的 确实是这个 jihad 跟哈马斯组织 和相关的一个 另外一个组织干的 我也不会 认为以色列 是清白的 我还是会批评色列 因为这个事情 不是费黑几百 不是说 我炸死了平民 对方就是对的 我就死无降生之地 然后突然之间 对方又炸了更多的平民 那我就站在对方的角度 这是很多网友 他们的这种心态 他硬是要见血 不见血 他是不会 调整他自己的 思维角度的 我觉得是非常 变态的一种思维 这也是我非常 不赞成的 一种 一种互动模式 社交媒体很多视频 一发出来他也不看出处 对吧 他也不等那么一两天 就立刻说 阿平座不评论一下 这个医院呢 你怎么就 当乖乖男了呢 对吧 你是不是害怕美国政府 对你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害怕犹太人集团 对你怎么样 说真的我还没想到那一点 还不至于 还不至于 支大学生都 在校院的郑中心 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 游行了 对吧 这都很正常 学校也支持 对吧 学校领导也 这个捍卫学生的言论自由 并没有说 这些学生就 这个 会被FBI 抓捕啊之类的 根本不会 对吧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印象 是怎么来的 好 呃 所以我就给大家播放一下 这个视频吧 顺便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 确实齐泽克的口音太重了 而且他有时候很激动 包括这一次被下面的一个 人打断了之后 看他手都抖了 非常的激动 欢迎来 巴布西杰克 直接进入主题 书很重要 这是一个在法兰克福的一个书展 起着各作开幕自辞 他说书很重要 大家要读书 你才能够看清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加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开宗明义 他会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ly用这个词 谴责哈马斯这次恐怖袭击 在加沙和以色列边境 没有if和but 没有任何限定语 无条件的谴责 这是齐泽克说的 大家可能觉得齐泽克是革命人士 老左派 但他也谴责哈马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国内的小朋友 他们会跟哈马斯 站着一条战线上 他们难道比齐泽克 更加具有革命精神吗 比齐泽克更左吗 还是说他们仅仅只是 一种键盘侠的自害 对吧 他说我也认可以色列自卫的权力 要消除这样的一种威胁 前面先声明 后面就要给出条件 这是有背景的 对吧 大背景是巴勒斯坦人的 这个胜存禁语 它有一个complex background 有一个很复杂的背景 绵延几十年 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靠前的 这个Zionism 在19世纪末 这样的一个兴起 对吧 然后对面就有一些很激动的人说 你是在给哈马斯背书 就像是 稍微讲了一下哈马斯把平民当人顿这样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跟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博弈关系 或者是区分哈马斯和一般的巴勒斯坦人 或者是区分哈马斯2006年 所谓的选举获胜之后就不搞选举了 就开始裹挟整个加沙人的意志 甚至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这样的一种默契 裹挟了整个加沙人的命运 这种裹挟是全方位的 你就不能站在一个民主的框架去分辨这个问题 就不能以2006年那次选举的哈马斯的获胜 作为判断标准了 因为你用民主的框架去思考 你就要承认民主是需要定期选举的 每隔四年 每隔五年 每隔十年总得选一次吧 但是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是逻辑上不自洽的 所以说他只要这么一说 肯定就有人要封他的嘴 就类似于站在另外一边的 所谓的取消文化 这个正好是反过来的 你这个是心疼巴勒斯坦人 然后把历史往前追溯一下 就会被那些西安主义者说你在支持哈马斯 但这个逻辑在我这儿也有类似的这种类似物 就是我的观点跟骑泽克其实很像 就跟我的观点跟Coronel West很像一样 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被对方二级管化 甚至被沙马特化 什么意思呢 现在观点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你是有很多条件的 你也是看到了很多过程的 但是对方就会把你沙马特化 就以一种沙马特的这种心态去模仿你 但是呢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然后把这个拙劣的模仿作为稻草人去攻击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沟通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个障碍 包括这一次汽泽克跟下面的那个人 那不愉快的经历 包括Coronel West和Allen Dershowitz 那次在福克斯辩论的时候 双方之间或多或少都有扭曲对方观点的时刻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能够新评计和契合的 稍微等待那么一两天再去下结论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这也是我一直都倡导的 这也是我做这六期视频 一步一步的从不同角度去剖析 对一个初衷 咱们这个频道估计很难过百万 对吧 因为这个视频都不怎么讨好 也不喜欢讨喜 经常就是刺激了部分小网民 然后搞得他们不愉快 没办法 这就是咱们的风格 咱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刺头精神 也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来的 甚至经常会被和谐 然后不停地修改 不停地打骂 好不容易发上来 还被限流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办法 That's me 这就是App 只能这样子了 能够发视频就不错了 没有办法 满足他们那一帮人的需求 他们也可以不用关注我 对吧 但是他们对我进行个人攻击 我也会有小助手帮我拉黑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说对于一个社会 到达怎样的一个极致 就会让人近身 就类似于风潮 Honeycomb 他可能会场有一个结构 类似于一种风潮 你看他会做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 应该是这个会场的一个灯 灯具 有点像这个风潮 他说风潮是一个很笨的一个社会 它是一个极权社会 因为所有的角色都定义好了 所谓的风后 所谓的攻凶 还有雄风 他们都是被设定好的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你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所谓的攻凶 他们其实是雌性的 他用的词是women 用了women这个词 都被阉割 这些雌性都被阉割 他们就只是做工 他们是攻凶 对吧 他说那些就只有一个风后 然后有10个雄风会跟他交配 只要交配完 他们的生殖器就会被吃掉 就跟螳螂一样 他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用来类比一个言论 他被两边的二极管 所堵住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应该是德国的一个报纸吧 就反正也是惹了很多争议 这个说你是反游的 对方说你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二极管化 说了一段德语 他翻译一下 应该由受害者来决定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还不是由外人决定 正如巴勒斯坦人 平民他们的角度 在这一次辩论中 这一次的吵架中 很少有人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大多数人的角度 是从哈马斯的角度 就我们要抵抗 我们要脱火箭弹 然后巴勒斯坦人就 被简单化 就是一帮非常痛苦的 这个被以色列侵虐 被以色列每天轰炸的 这样一帮人民 就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然后以色列也会 很多人会从以色列的角度去思考 这是我们自卫反击的权利 这是保护以色列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具体怎么想的 我估计那帮小网友 从来没有对话过任何一位巴勒斯坦人 对吧 虽然说五年前我对话了一位加沙当地人 他花了35天的时间 才从加沙地带通过重重关卡来到美国 才有机会跟我们交流 对吧 然后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采访了他40分钟 对吧 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越主带跑对吧 包括堕胎也是很多男的就一直即使 这个直指点点堕胎怎么样 他也没有子宫 他也没有当过女人 对吧 他也没有生产的这个过程 体会到这里面的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压力 对吧 他来直指点点 这又不太合适 同样在这场事件里面 谁是真正受害者 如果你都不是犹太人 你站在犹太人这一边 指责那些为巴勒斯坦人 这个呐喊的那帮学生 那你同样也是 没有自己不是受害者 你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呈现 去决定你是不是 决定谁谁谁是受害者 对吧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 这叫切记 你要一定要切记 你不切记的话 那你就多思考一下 多等待一下 再下结论 不要一下子就站在道德制高点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 一种非常糟糕的文化 对吧 因为有巴勒斯坦人决定 谁偷着他们的土地 谁让他们的生活空间 越来越被挤占 对吧 就巴勒斯坦人 他们怎么想的也很重要 所以说 齐泽克面对下面这帮观众 有的可能同情巴勒斯坦 有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支持以色列 包括待会大家看到的 那个下面的打断 齐泽克讲话的那个人 所以他其实希望就大家多从巴勒斯坦的角去思考 正如我在中文圈里面 我说我们应该从哈马斯和以色列极右 他们之间的默契这个角度 去看到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莫比乌斯环一样的循环 一种同态复仇 这样一种无解的一个状态 就通过政治解决才能够跳出来 不管双方死了多少人 即便明天又死了5000人 这个事件最终还是得要靠政治解决 对吧 这个事情你不能只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 就很多国内的网友 他其实不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角度 当然大部分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 是人道主义的角度 但是有一部分那种类似于 我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样的一帮人 他就是给哈马斯站台 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 我估计可能即便在伊朗 现在在街上深渊巴勒斯坦人的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 直接支持哈马斯的 可能有但是不会太多 这个在阿拉伯世界 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 就是支持弱势方 对吧 上面分的也很清楚 不会上来了一个牌子支持哈马斯 就跟我评论区有好几个人 还在的 不在的可能被我拉黑了 他是直接支持哈马斯的 对吧 他觉得哈马斯做的还不够极端 对吧 这些人就是看多的电视剧 对吧 还处在革命年代 对吧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回过神来 他确实有点激动哈 全身有点抖动 他又做了一个声明 我在这儿分析背景 并不是想搞一些深 这个深奥的哲学理论 去掩盖什么什么东西 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 不是一个用来打嘴炮的事情 他又做了一个类比 他说 我探讨这个事情本身 并没有掩盖 这一次袭击 那些以色列人的悲惨遭遇 对吧 忽视他们的遭遇 他举了一个例 他说他看过 他自己看过希特勒的 整部我的奋斗 但是看完之后 并不会认为纳粹要更好 反而会觉得纳粹会更坏 就是说你接触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我们思想自由 我们阅读自由 对吧 然后读完之后 我不一定认同这个东西 就跟我讨论 哈马斯的这个恐怖行径 我并不是说 我就认同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对平民的这种 这种轰炸 这样的一种一种行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探讨问题 就探讨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是说这个舆论场里面 有太多的力量 会左右你 会牵扯你 会让你晋升 会让你 修改自己的观点 会让你不知不觉的 就被这种洪流 就带进去 其实科尔他也深切地感受到 这样的一种洪流 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声明 他讲的是上一届的哈马斯的领导 叫哈尼耶 现在住在迪拜五星级酒店里面 或者很奢华 很舒适的生活 但是前几天 他公开号召全世界的伊斯兰人 反抗以色列 上街游行 我还专门提醒大家 可能周五到周末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 有可能会出事 你看巴黎就出现了一起事故 北京也出现了一起事故 一个外交人员的家属 50岁的男子 被一个53岁的男子 用刺刀袭击 对吧 这是有影响的 对吧 哈尼耶 他说了什么呢 西泽克都知道 他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 这是哈马斯的高层 在迪拜 我们只有一个东西 要说 出现了我们的地方 出现了我们的地方 这个哈尼耶就很直接 他说 要让以色列人全部都离开 出现了我们的地方 一个人都不剩 你看这就是 双方极端派 他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没有一个compromise 都是零和视角 对吧 即便你再弱 你越弱 所谓的弱者的武器 对吧 恐怖主义就是弱者的武器 你越弱你就越极端 这样你才能够 挣更多的眼球 挣更多的关注 你才能够让全世界的舆论 都来批判 这个更强势的一方 这个舆论逻辑 舆论有的时候是 真的就是 弱者的武器 对吧 是我们的土地 Land is ours 耶路撒伦也是全是我们的 耶路撒伦三个教派 犹太教 基督教 还有伊斯兰教 分了不同的片区 最后都应该被哈马斯受归 这是他的一个目标 你们连安全都没有 只要你们还在这片领土 很清楚 但是很恶心 这是吉德克对哈马斯前领导人的一个观点 but did the Israeli government not say something similar although of course 但他现在又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很多官员 也是这样的一个零和视角 他们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 你看吉德克他就白事实 对吧 很简单 把这个背景梳理一下 当然相比于哈尼耶 相比哈马斯要更文明一点 但是内容是差不多的 这是现在以色列政府 他们官方的一个发言 所以说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两个词exclusive 唯一的是排他性的 不可分割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 又把这东西神圣化了 是不可分割的 凡事不可分割的东西 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双方都觉得不可分割 那耶路撒冷这个问题 是最严峻的 对吧但涉及到其他的领土 只要你不可分割 神圣不可侵犯 只要你是排他性的 唯一的 好 那这个事情就没有谈判的余地 the government will promote and develop the settlement of all parts of 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Galilee Negev Gola 这是几个重要的城市 什么加利利啊 呃 朱迪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哈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都是我们需要建定居点的地方 啊这些城市 And Judea and Samaria Samaria 另外一个城市 End of quote Or as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啊 Netanyahu说 Quote Israel is not a state of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only 他说以色列啊 不是所有以色列公民的 而是以色列 这个犹太人的啊 就把这个国家 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的 一个载体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犹太人的 那也说明 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以来啊 都可以搞定居点啊 他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所谓的公民 那公民就包括阿拉伯人 对吧 啊 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些 来自巴勒斯坦的那些打工人 所以他这句话 也是一个排他性的 一个民粹的一个框架 民粹主义 我们说 几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搞民粹主义的 比如说特朗普的 这个民粹 当然是比较弱的 对吧 因为美国有 比较强大的法治 对吧 对特朗普有各种 司法审判啊 各种 印度民粹很严重 把印度等同于 印度教徒 那伊斯兰在 印度有15%的人口 这些人就会觉得 印度不属于他们的家园 对吧 同样 土耳其也是 土耳其 有部分 非穆斯林的 他们以前去的 这个 索菲亚大教堂 原来是一个博物馆的 在卡莫尔治下 这个以前的清真寺 变成了一个 博物馆 甚至索菲亚 现在你可能都不能进去了 现在又改回清真寺了 就他民粹 这个框架 就会定义 谁是人民 谁不是人民 即便你是公民 你也不是人民 对吧 所以以色列 是走这条路 对吧 民粹主义的一个道路 就是说以色列官方的这些声明 已经完全 把巴特斯坦人 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未来的希望 都隔绝出去了 都排除出去了 对吧 在所有这些争论之下 Beneath all the polemics 他这个单词都读错了 谁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谁更像恐怖分子 在这个问题下面还隔了好多层 黑云 沼泽 对吧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探讨的 对吧 这些阿拉伯人 这些巴勒斯坦平民 在他们所在的土地上 经常会被这些定居者 所骚扰 这些定居者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 所谓的犹太人 我的第一个视频就讲这个 有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对吧 他觉得 大城市里面海法 生活成本太高了 去定居点 空气又好 政府还给你发福利 还有网球场 对吧 青山绿水 还可以自己种蔬果 对吧 过得很潇洒 对吧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不一定意识形态很浓厚 他只是觉得 这里生活条件好 所以说 以色列政府是暗中 支持的 给了很多钱 去搞这些基建 之类的 所以说本身这个定居点运动 它不是一个自发的 它是由政府暗中 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啊 你看巴勒斯坦 这个所谓的国家这个概念 在联合国也有一大半的人 是支持的 是支持两国方案的 有139个国家 out of 190多个国家 对吧 但是一直都没有 真正的把这个国家建起来 因为这不是一个方面的事情 这是两个方面都要同时承认才行 对吧 不然的话你这个 边界都没有安排好 对吧 你这个两国方案 现在又定居点运动 越来越 越来越不现实 两国方案甚至我都觉得 可能最后异国方案反而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 但是短期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 所以说我在第二个第三个视频面 大概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从长期 这个长期可能是未来100年 对吧 你把这个波波兰的地方留给巴勒斯坦人建国 那你这个经济怎么搞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条件很差了 你还建国 那还是有可能有哈马斯 哈牛斯 对吧 哈洛托斯都有可能 他提到了以色列开国的这个总理 本古里安 这些开国的这些人 虽然说他们也很手段很强势 但是他们至少会说一些比较公正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 很诚实 他们这些比较靠前的领导人说了什么呢 这些人他们很现实主义 就是说他们如果要抢夺这些土地 或者是通过战争 征服这些土地 是不可能基于一个普世的公正的原则的 这个原则都消失了 在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 巧取豪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没有所谓的一个 像这个内塔尼亚胡说的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之类的 这些西安主义的胡话 对吧 没有这些说辞 他们这些开国的人都很直接 很现实主义 很具体的例子 他讲的是 那个年代 也是一些巴勒斯坦人 去了以色列的基布兹 当时有一个男子 是巡逻的 然后就被巴勒斯坦人给 劫持住 把他眼睛都挖出来了 对吧 这也是类似于这种基布兹 这个地方 条件确实不是很好 基布兹 也是一开始 这个以色列想定居的一种方式 但是太过于乌托邦式了 条件比较差 对吧 这第二个领导人 他讲的 Mose Dayan 这个Mose Dayan 他虽然说是给这个被劫持 然后被杀害 被挖了眼睛的人 做道词 但是他也很现实 对吧 他说没有必要去谴责 这些谋杀者 因为 以色列 当时已经 给加沙地带 制造了这样的一个难民营了 这些人也就是从那个难民营面出来的 好 他这个虽然讲的只是说话 但是从对比说话的方式来看 就现在的这些两方的领导人 都把自己刻画成神圣 不可侵犯 站在至高的道德高地上 我是完全正确 你是完全错误 就跟我讲这些小网民也是一样 觉得自己是八一问题专家 这个来了一个新闻 就在那质问你 对吧 感觉你是错的 他们是对的 就现在这些人都有点伪善了 但是早几十年 这些老领导人 他们讲话就还是比较的诚实 对吧 会承认这个现实 会把这个事件的背景 有一定的探讨 但是现在呢 感觉大家都是二级管 大家都神圣不可侵犯 大家都是圣人 对方都是 都是恶魔 这种感觉 How far are we from the situation even a complex of decades ago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land for peace agreement two-state solution or when even today's staunchest supporters of Israel were putting pressure on it not to build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in 1994 Israel built a wall separating the West Bank from 1967 borders of Israel thereby nonetheless recognizing West Bank as a special entity All this now vanished into thin air 好 就即便是 你看 以色列之前 在约旦河西岸建的一个墙 这个是以 六七年的边界 为界限的 至少你还修了一个墙 至少你还承认 墙对面 是一个政治实体 但是现在这些 所谓的边界意识 都没有了 就是各种定居点 只要是 找到了一片空地 就有人搬过来 然后巴勒斯坦人的 这个空间又小了一点 又少了一点 大家去看约旦河西岸 那些定居点 我第一个视频讲的 就是探讨这个话题 就是那些定居点 它都密密麻麻的 它不是一大块 它是分散的 对吧 它旁边就是 建的那种栅栏 隔绝巴勒斯坦人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扩张出来的 对吧 但是在早几十年 至少大家还有边界意识 大家还至少 会把对方看作是一个 政治实体 现在就一个边界都没有了 就是一个 我们讲的瑞士 这个知识一样 sweiss cheese 都是这个 都是孔洞 都是这个 相互渗透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讲的是 以色列这个极右翼 的那个 就是跟内塔尼亚胡 现在联合在一起的 这个人 他是Jewish Power Party 叫犹太人力量党 这个极右翼 极右翼中的极右翼 就是说这个极端分子 他跟另外一个组织 一个青年团 这个青年团 跟他绑定在一起 这个青年团 甚至被以色列政府 都认为是一个恐怖组织 我相信可能国内小网友 他没有这么细致的了解过 他也没有看这个视频 他就直接会把以色列 看成一个恐怖组织 同时又把 又把这个巴勒斯坦 和这个哈马斯 看作是正义的一方 对吧 而如果我们要进行 一个具体的党派 还有这个组织的 一个分析的话 就跟马克思 分析这个物业政变一样 这个要区分不同的阶级 对吧 哪些是农民 哪些是支持拿破仑三世的 哪些是资产阶级 哪些是贵族已经没有了 对吧 哪些是小资产阶级 哪个是大资产阶级 都会分得很清楚 对吧 这些小网友 如果他们相信马克思的话 他们也应该 区分得很清楚 齐德克就讲点名道姓 哪个组织 哪个人 哪个党派 就是这个极右的 那个党派的 那个领导人 叫Ben Grill 这个名字 丢一点绕口 他甚至都被拒绝 进入里色列国防军 因为他的观点 太极端了 太右翼了 进不了IDF 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Jewish Power Party 的领导人 被以色列政府 谴责为 种族主义者 恐怖主义者 现在竟然和 利塔尼亚胡 形成一个 联合执政的 一个状态 好 好 这个 袭击之前 其实内坦尼亚胡在搞司法改革 其实就是为了扩权 因为行政权也会被司法部门给制衡 所以说他要扩大自己的权限 就只有改革以色列最高法院 这个行为其实是惹怒了 不光是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左派或者是中左 就全世界的对民主进程比较担忧的人 最近不是十多年都是所谓的民主 在衰退 就我们一直在探讨以色列是一个例子 穆迪搞的印度民主主义也是一个例子 阿尔多安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也是一个例子 特朗普搞的虽然说比较弱 但是也算是一个例子 就我们在探讨民粹的时候 以色列是非常典型的 有点像匈牙利的奥尔班 奥尔班不就是相当于让很多法官提前退休 司法改革 然后现在奥尔班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 一直都是匈牙利的制作者 但最近波兰好像不一样 波兰好像通过选举把极右的民粹的卡辛斯基这一派给选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像我研究社会学 这么搞这个就比较了解 就是说这是有背景的 包括我前几次讲的这个2021年那次袭击 也是在选举之前 哈马斯搞事 然后以色列反击 还把清真寺投了各种吹雷瓦斯 就这个后面 这个利塔尼亚湖就下台了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他要扩权 又要搞这个司法改革 就惹怒了很多人 甚至国防部的 安全部的这些官员 都站在利塔尼亚湖的对面 这是尤瓦尔赫拉利 他本身是以色列人 他是写过人力简史那本书 他认为利塔尼亚湖搞的这个 概格是一起政变 israel is on its way to become a dictatorship end of quote israel was split between nationalist fundamentalists trying to abolish the features of the legal state power and the civil society 其实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一种默契 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 他希望以色列这个国家 能够进入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 因为在紧急状态下 就会有紧急的处理方式 就可以扩权 扩充行政权利 越是有哈马斯来攻击这些平民 内塔尼亚胡就越有更多的理由 扩张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大家回想一下 希特特当时不是搞了一个 减少德国人民痛苦法案 前面什么国会重火案 就是把整个国家 让国家进入一个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之后 你就可以把一个民主变成一个dictatorship 这就是这几十年上百年 这个极权主义怎么上台的 从民主国家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怎么来的 有很多很多案例 哈拉利说 如果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就不可能有中东的和平 对吧 这一次我们看到 约旦 这个也抗议 对吧 沙特也说话了 虽然说 这些地方其实都在试图跟以色列 这个扭转这个局面 特别是沙特 都准备跟以色列建交了 对吧 但是哈马斯又跳出来 把这个进城也给打断了 为什么这些国家都会 第一时间来谴责呢 因为他们也有压力 对吧 他们本国也有一些人 会以这种视角去看待 以色列是敌人 巴勒斯坦 或者是哈马斯 是抵抗 抵抗者 对吧 那么只要以这个视角去看 那么如果他们所在的国家领导人 比如说 NBF 沙特的这个领导人 他就会有压力 所以他们就会 又会回到我们讲的 泛阿拉伯主义 对吧 大家都是阿拉伯兄弟 大家都是这个 伊斯兰世界的 所以说我们要深远 我们要深远 我们要深远 所以说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默契 就是 雷塔尼尔湖和基右 和这个 哈马斯的这种默契 它会 泛化成一个大的默契 就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这种 伟大不掉的 泛阿拉伯主义 可以追溯到 阿拉伯社会主义 追溯到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埃及 纳塞尔 倡导的 这个 第三条道路 对吧 所以说 又可以回到我们 第四个视频 专门是以阿拉伯视角 去看待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窘境 一方面呢 想搞 国家民族主义 能够很好的治理国家 邻居人心 另外一方面 又会被这种 泛阿拉伯主义 所左右 要把这个文明的概念 就用文明的概念去 去获得更多的选票 这个像我们讲的 这个接替纳塞尔的中东三大 天王 卡扎菲 这个 萨达姆 还有这个 这个叙利亚的 那个前领导人 现在领导人的父亲 他们都是一方面 要搞国家民族主义 另外一方面又 把这个阿拉伯犯阿拉伯主义 拿出来说话 对吧 就陷入这样的一种 一种摇摆的状态 I read this in the last days in Israeli newspapers themselves I'm not in any way classifying it's a criminal thing Yes Israel has the full right but to to counterattack but don't forget this dark obscure deckground Palestinians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the solution is not a compromise in the filthy sense of of the proper measure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you know many of my friends claim this they say on the one hand Yes Palestinians have the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 antisemitic look what Israel is doing to them or on the other hand Israelis have the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 violent look what we did to them in holocaust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to understand here one should go to the end in both direction in the defense of the Palestinian rights as well as in fighting antisemitism 啊 他觉得这两方啊都要实现一个是要打击反游啊反西安主义并不等于反游对吧你反西安主义是反西安主义对吧但是反游这个东西安在身被这阵那就是希特勒这种搞法对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同时呢你还要啊这个把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现实诉求啊要能够考虑在在内对吧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偏废的这两个其实都是一跳就是另外一种默契对吧 好你要遏制住反游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你能够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问题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对吧就跟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极右他们之间的默契是一样的一种共生关系 好现在下面那个人就在叫骂了我们来往回看 他说齐泽克你怎么能够把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动跟以色列军方的行为画等号呢 你是在在玩相对主义吗其实哲学家最讨厌别人说自己在玩相对主义哈哲学家很讨厌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指控哈如果你是一般没学过哲学的你你被人骂说你怎么在搞相对主义你觉得相对主义又怎么样呢啊相对不挺好的嘛反者倒置动对不对但哲学家被骂相对主义哈就很不开心哈 I am not comparing我没有在把他们画等号没有在把他们用等号来比较 No it's not relativism i'm going much Yeah now you see what means in practice listen to diversity inclusion Yes but this is this is the cancel logic To have our way of diversity some people of course must be first excluded I'm talking about dozens of palestinians that I know sorry if I explode now a little bit Sorry for explode If there is a person here in this room who did more to peaceful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Then I bow my head but they didn't What more can you do than this with my friends I co-organized in Ramallah A big meeting celebrating Walter Benjamin A Jew there was no problem debating it I organized in Ramallah a cinema school Together with the Jewish of course professor and so on and so on About this you cannot compare Of course you cannot compare it as an act of violence I mean Hamas attack is absolutely ruthless brutal and so on and so on But should I fall so low as to quote between my agree here Anthony Blinken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ary Who said yes Israel has the full right to strike back But how it does is the concern of us all 他甚至都把布林肯的话都来quote 一般来说这种比较左派的对布林肯是不怎么看好的 但他甚至把布林肯的话都拿来论证 他说布林肯说以色列完全有权利去进行自卫 但是你自卫的方式是一个问题 即便很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政府 或者是布林肯都这么说了 都很担心以色列把事情搞大了 对不对 所以奇特克在这里面 他其实没有这种非黑即白或是二级管思维 对吧 他不会说这个人我可能不是特别看好 但是他讲的话 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去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或者值得我去用的 对吧 很多是二级管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稍微谈了一下查理周刊 就是好多年前在法国的一起恐袭事件 然后我就稍微分析了一下 为什么那些搞恐袭的人 他其实有一种焦虑感 这种焦虑感就是 他们一方面自己过的生活 特别不像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信徒 每天都觉得自己在犯罪 每天都觉得自己想入非非 对吧 但是这种没有符合这种标准的 这种伊斯兰教法的这种生活 会让他们产生一种焦虑 怎么能够缓解这种焦虑呢 通过恐袭 通过查理周刊 这个大屠杀 对吧 然后我就稍微引用了一下 最近柴静 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但是他最近搞了一个纪录片 就是专门探讨这个的 好像有好多集 我看了两集 那么第二集 我觉得拍得很不错 第二集就他专访那些 就查理周刊 恐袭事件 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是给这些参与者 煽动他们去参与 给他们注入这个意识形态的 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年纪稍微轻一点的 就是魅力型领袖型的 他没有 他没有进监狱 反正估计也有相关的一些 一些惩罚 但是他 就是跟柴静在那 探讨这个事情 把他怎么想的 把他这种焦虑感 就是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以用的东西 但是在这些小粉眼里面 这些七八年前 被他们认为是公知的 被他们打入地狱的 以前国家媒体的这些记者 就只要一提他的作品 这些小粉 就会来攻击你 对吧 就相当于齐泽克 他可能很不看好 这个布林肯 但是呢 他觉得布林肯这句话 也很有道理 对吧 他quote一下 但是在小粉眼里面 他们就会觉得 你大力不道 你竟然说柴静拍的 纪录片好 就我们可以做 很多这样的一个类比 我只是 把我的一些感受和经历 跟齐泽克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相应程序吧 就是说 齐泽克他是要为两方都在打拼 为两方的权利 为两方 所谓的打击反游 打击 这个对巴勒斯坦的这种 生存挤压的 犹太定居点运动 对吧 这两者是 是共生的 这两种目标 是应该绑定在一起的 对吧 他认为 所谓的Zionism 他的本质是Anti-Semitic 大家去看很多那种 传统的 犹太信徒 那种戴着帽子的 那种高帽子 梳着那个辫子的 他们一般是反西安主义的 因为在他们的教育中 在他们的这个 Torah里面就已经讲了 你搞这个复国主义 一定是要通过暴力 才能够 才能够实现的 所以他们是反暴力的 大家去看很多那种 原教旨的犹太信徒 那种特别虔诚的 他们是反对西安主义的 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专门讲过 因为他们的教育里面 就已经写好了 他们认为 人只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流散的状态 一种是救赎的状态 救赎就是耶稣第二次 上帝第二次出现 然后世界进行最终审判 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你通过人工的方式 通过世俗的方式 搞一个国家 结束你这个流散状态 你是违背教义的 这个很有意思 从原教旨的角度 犹太原教旨的角度 他们是反对西安主义的 那说明什么呢 西安主义 它不是自古就有的 西安主义 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对吧 而犹太教他们的经典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教义 远远流长 对吧 所以说 这边有很多很多细节 他们也认为 他喜欢支持 Israel 我们走到最初 看我的最终的词 你会有完整的词 你知道谁是一名的 写人吗 是的 Reinhard Heydrich 在1936 他在设计 又被打断了 他刚刚举的一个例子 好像是海德里西 我记得好像是纳粹的一个高级官员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犹太人你们在其他地方是OK的 但是你不要在德国这样子 就相当于这种反游 它本身它不是世界性的反游 它就是针对本国这种反游 就你要是被我踢出去了 你去其他地方建国都OK 对吧 那其实就跟这个挤压巴勒斯坦人 你们干脆就移民到埃及 移民到约旦去伊朗最好了 对吧 但结果都不接收巴勒斯坦人 为什么 因为巴勒斯坦 我记得好像是 70年代还是80年代 去了约旦 结果想在约旦里面搞一个国中之国 最后还试图刺杀这个约旦国王 结果就失败了 结果就把这个约旦国王给惹脑了 就直接把这个 当时的这个流亡政府 给这个 给这个轰出去了 就说现在好多阿拉伯国家 一方面 这个喊 调子很高 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兄弟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 不情愿 或者是根本就不会答应 这些巴勒斯坦人 去他们那个地方 这个生活 因为他们有这样不好的记忆在里面 不光是他们自私 也有历史上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记忆在里面 用这个词 我就说你批评哲学家 你千万不要用相对主义这个词 这是完全是 他们最讨厌的词 对吧 relativize relativism 你就说你跟二极管讲话聊天 是很困难的 对吧 你刚刚讲那么多例子 把背景讲那么多 用各种方式 用汽车课的方式 讲黄色段子的方式 但是就是下面有一帮人 他硬是要抓住你那几个字眼 掐头去尾 给你画等号 给你画等式 所以说这个舆论场 就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裹挟的力量 你只要跟他认真对待 那你就 你的时间精力就耗在那个地方了 如果按你的方式 你就等于把几百万的巴勒斯坦人 放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处境 impossible position 对吧 你都没办法 腾挪了 对吧 这样只会加剧 反有这样的一种情绪 Antisemitism 最后结束 他又引用了一个polish Jew 一个波兰的犹太人 开始在1943 Warsu贵 和亚厅 在1944 亚厅 亚厅 后来亚 当他的妻子和孩子 移民 在迷范 在迷范的 并且 创造成的 创造成的 叛生 在1968 他认为 在Poland 在 他认为自己 跟故事 的困难 在 的 游戏 他说 someone had to stay herewith all those who perished here, after all". From the 1970s on, he collaborated with the Workers Defence Committee as a member of Solidarity, he took part in the Polish round table talks.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Edelman publicly defended Palestinian resistance, claiming that the Jewish self-defense, which he had fought, 他也是经历过波兰当时的反游潮的 但是他还是坚持一直待在波兰 虽然说生活情况很糟糕 60年代的时候 他还自比在纳特奥斯维辛这样的一种状态 后来他反正在政坛上有了一定影响力 他就开始为巴勒斯坦人支持他们的建国方案之类的 很多那些二级官就会指着他 比如说你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 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跨越了你所拥有的 就是跨越有的是跨越阶级 对吧 为另外一个阶级说话 而对于这个艾德曼呢 他是跨越他的所谓的民族属性 为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说话 对吧 很多人就会指着你 你是self-hating Jews 你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 其他情况有很多 self-hating African Americans 说你这是自我憎恨的黑人 对吧 黑人为非黑人说话的时候 有些黑人里面比较极端的人就会说 你不够黑 You're not black enough 比如说我记得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 因为他是半白不黑 他母亲是白人 他父亲是黑人 所以他竞选的时候 经常就有一些黑人兄弟 说你不够黑 你说话太精英犯了 你不够黑 你的政策太太这个不 倾斜给黑人了 对吧 就奥巴马很多时候也不光是被 这个右翼媒体攻击 在黑人团体内部 有一些比较极端一点的 也会觉得奥巴马不够黑 说你是self-hating African American 又回到大会的主题 咱们是书展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要读书呢 因为就读书 你才会有耐心 去把一个事情 一个复杂的现象 你去梳理 去认真的去 去看这个问题 如果你只是看几分钟的 几十秒的观察周网 对吧 那种十来分钟的 某某视频节选 而且还不是一手的 全是全世界那种点击量高的视频 很多那种自媒体就拿过来 连字幕都不加 就放上来 让大家一通乱评论 对吧 好像就把握了世界的真理 真相 对吧 所以要读书 骑得课 告诫大家 少上网了 多读几本书吧 他说文学若评 能够很好的 提供这样的一个 有特权 甚至有特权的 这样的一种媒介 让我们能够 更好的看清楚 生活中的一些 一些窘境 我不是在神秘 并画诗歌 或者是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 我的课程是 再次骂你 没有读书 想想 Rwanda 有一个大陆地的语歌 想想 想想 亚古斯拉伯 Radován Karadzic 很尊重的语歌 没有读书 不允论人们 像Mao Zedong 所以我感到驚訝 这个我就 大家自己去认证听 我又回到这个 cancel culture 不让人说话 堵人的嘴 把对方的观点二级管化 把对方的内容 沙马特化 给你戴各种帽子 给你贴上各种标签 说你是这个狗 那个狗 说你拿了这个美分 拿了那个一分 对吧 这是cancel culture 有一个cancel culture 就是要故意 把你刻画成 一个社会的孤儿 对吧 就这样才能够 证明他们有优越感 对吧 这种道德越感 要通过批判 一个他们想象中的稻草 对吧 他不一定批判你本人 因为他是在树立一个稻草人 对吧 他批判东西跟你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对吧 所以说cancel culture 他不光是左派 极左里面的那种cancel culture 什么让这个 JK Rowling 闭嘴 对吧 他也发生在 另外一方 对吧 就是说cancel culture 它是一个 就是破坏人的这种自由言论 这样的一种氛围 在各地方都有 程度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在某种层面上 我个人觉得就是 齐哲克跟龙虾教授 是有一个共同点的 虽然他们的观点很不一样 他们也搞过辩论 但是龙虾教授和齐哲克 他们一个共同点 就是很讨厌cancel culture 很讨厌封人的嘴 很讨厌这种 以自己的 所谓的正义观 去封对方的嘴 只要别人的正义观 跟你的正义观不一样 你就要封对方的嘴 用这个词 我没有把这个话题 相对主义化 哈马斯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这个是不打折扣的 没有把任何东西相对化 相对主义化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 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些因素 没有把这一期暴行 相对主义化 他们只是 让我们看 这个背景 这个缴随着 由于这些犯罪 这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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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对方的犯罪 这些犯罪 不可能会发生 如果我们这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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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个犯罪 的话 我们不能理解 这些犯罪 I absolutely recognize fully the righ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o exist I'm absolutely 他是绝对 认可 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生存的这个权利 现在很多小网友 他甚至觉得以色列 就应该 却扑盖走人 他们还是有这种革命意识 就革命意识的 这些人 他们还是 继承了这个六十年代 这种 估计他们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就他们那个年龄 应该 可能也是年轻吧 年轻人一般都容易被 鼓动起来 对吧 也很难说 就他们可能 跟哈马斯的 这个 这个目标是一样的 以色列 却扯盖走人 一个都不剩 对吧 但奇特克 在这很鲜明的说 他是承认以色列 这个国家 生存的权利的 在以色列 不需要什么权利 他就在那 对吧 而且也很强大 周围这些国家 也各方面都差一大截 对吧 更不用说巴勒斯坦 人的这种生活 尽于跟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的这个工资 他们的这种生活条件 对吧 就是云里之别 对吧 所以说 我觉得 不在革命年代 天天幻想革命 世纪 然后还投射到 现实生活中 然后不嫌事大 自己不上战场 硬生要见到血 他在开心 因为是要见到五百多人上升 他才拿着这个话题 用来攻击 一个B站的up主 你看这些人 他们的这种素养 有多高 还有批评了一下阿拉法特 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前领导人 比较温和的 叫Ehud Barak 给他的一个方案 然后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也拒绝了 其实阿拉法特 这个人也挺腐败的 反正就是巴结组织 这些老领导们 为什么在巴勒斯坦人 眼里面 没有太多威信 就他们自己的生活 也挺腐化的 这个哈马斯前领导人 对吧 他虽然腐败 但他会说话 他可以煽动 他有个人魅力 还有这样的一个 大德哈马斯组织 裹挟人民的意志 对吧 还是有差别的 对吧 但约旦和西安那些 巴结组织的老领导们 他们确实 软弱无力 而且之前也有很多臭旗 包括阿拉法特 这个其特克 还这么提到 这个其特克也挺激动的 这个话都讲完了 还在这儿发表 格外的演讲 他说把巴勒斯坦人 放在这样的一个 灵界状态 就跟这个炼狱一样 既没有上天堂 又没有下地狱 在一个最受罪的地方 对吧 in a nimble 对吧 if we sorry yeah if you would have said this to other people who spoke before me also it would have been nice so you see you see the moment i just said it's not simple i compare the incomparable no 他说你是要让我比较这个不可比较的东西对吧 这两个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花等号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这个标签简单化沙马特化对吧卡通化 we shoot from bennett thank you 好这个大会的这个主席都觉得下面那个人捣乱啊 这个破坏了良好的氛围啊 也违背了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啊 他也发了发表了一点意见 下面有一些人就在不啊 就汽车客下台的时候 下面有一些啊 跟刚刚那个人可能态度一样的人啊 在不对吧 不 对吧言辞自由啊 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不要去赌人的嘴 i think for this community and i'd like to call it one community i think i can speak on this community's behalf we condemn terror we are humans and we think in human terms on the palestinian side and on the israelian side 就我们听了汽车客讲英文啊 再听这种 很标准的 甚至语速还挺慢的英文就觉得哇 一下子 从地狱又到了人间啊 或者是到了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and we just heard about these negative attitudes and i thank you for this mirror you showed us and i am in deep grief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here 刚刚发生了事情感觉很伤心啊 觉得很悲哀 and it's important to me to understand that we all agree on condemning the terror and i'm glad that we can express it this way here i'm also glad about somebody interrupting a speech this must be possible i'm glad that we listen to the speech to the very end even though we didn't like it maybe we even condemn it i thank all of you i thank the world of books i thank the world of books ok啊 有人说如听鲜月 耳战鸣 ok 好的 就讲到这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视频 咱们 拓展的也比较多哈 这个大家也深刻的感受到 这个话题确实 不光光在撕裂 这些利益攸关方 他也在撕裂遥远的 中国对吧 很多网友不嫌事大啊 正在撕裂我们的社交媒体 但是我想说 啊我们不妨啊 一个新闻看了之后啊 多去查证一下啊 一个事情发生之后 看看是哪个媒体报道的啊 再等那么一两天啊 再发言啊 这个up呢 发了好多东西啊 如果你觉得up没有说那个东西 这不很正常吗 很多东西我不可能 每天都跟大家讲时事哈 咱们也有这个英语学习的板块 也有这个对话啊 各种人的板块对不对 你可以继续看一下哈 如果你对我言论攻击 而且涉及到个人的话 很有可能你会被拉黑啊 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啊 这个给自己生变啊 我也没有心情把你再从黑名单里面拉回来啊 因为这个事情啊 我已经外包给别人做了啊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啊 给大家一点面子对吧 这个没有触犯到你本人的利益的时候啊 就不要太激动啊 我同样也会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面对啊 这个对我的这些指责啊 我已经很习惯了啊 也相当于历练了我这方面的耐受力啊 OK今天就讲这么多 好 好 谢谢观看